- 請問憲哥跟邰哥誰比較不好笑? - What? - 我喝啦 我喝啦 沒有 因為都好笑你知道嗎 - 因為兩個都很好笑 - 沒有啊 也只有100分跟99分的差別啊 - 很好喝 - 你有辦法表演10秒喝飲料嗎 - 我不敢喝果菜汁 我覺得這個很恐怖 - 那個味道類似什麼 - 你是雞喔 - 你在餵雞喔 - 我其實不太敢喝果菜汁 - 不過硬要講我是覺得 - 現在我覺得 - 你剛剛講就好 你現在喝完了又要講 - 因為我覺得不同類型 - 因為我覺得憲哥就是無敵 - 就是他所有的梗 - 他都一直在學習 - 不管是新梗 老梗 - 他都全部他都懂 -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佩服 - 邰哥最近很屌 - 他搜刮了一群就是像我們這種年紀的 - 就是網路上的這些網友們 - 很吃他那一套 -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他 - 我跟你講喔 - 老藝人都會這一套喔 - 這個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- 這屬黑魔法系列喔 - 這個叫做吸金大法 - 乾坤大挪以借力死利啊 - 對 - 新年輕人的精細神有沒有 - 然後吸過來 - 我上一次看到有藝人 - 使用這個吸金大法的人 - 就是玉琳哥 - 我吸誰的精 - 沒有啦 - 我的意思是說 - 魯獲一大堆年輕人這種新的 - 就是你了 - 後來你比較不鳥我啦 - 原因我有反省過 - 因為你認識憲哥跟邰哥了 - 不是嗎 - 我跟你講啦 - 剛剛那個問題喔 - 憲哥跟邰哥對啦 - 你講對的他們不同風格啦 - 憲哥比較屬於即興派的啦 - 那邰哥一路的成長過程裡面呢 - 他比較Far演 - 就是演啦 - 所以他演很厲害 - 他演會很傳神 - 那包含他在錄 - 錄這個實境的節目裡面呢 - 他會把這個表演的風格帶進去啦 - 對… - 所以你就會覺得 - 他的笑點很精準 - 抱歉不要講話 - 後面不要喧嘩 - 後面不要喧嘩 - 太羞了 - 我會投訴啊 - 我會投訴 - 那如果喔 - 只能選一個節目主持 - 木耀跟王很大 - 你只能選一個喔 - 嗯 - 你會選哪一個 - 唉 - 我是真的是不想再喝一瓶的 - 好飽喔 - 你在題目上 - 被熱潮了 - 而且 - 要死回答喔 - 別忘了 - 不紅十年這個詛咒喔 - 好 - 我必須真的認真選是 - 我要選王很大 - 原因在於 - 就是我覺得 - 真正讓大家看到我 - 的節目 - 就是真的是王很大 - 持進節目獎 - 主持人獎 - 主持人獎 - The winner is - Kid - 吳中仙 - 所以 - 那時候感受到很強烈啦 - 就是 - 就是有那種 - 阿嬤 - 阿公 - 然後或者是那種小字 - 那種 - 幼稚園的小朋友 - 那個是那個 - 那個小黑 - 那個是那個 - Kid - 小兵捏 - 什麼的這樣 - 啊 - 目標有點像是 - 這樣 - 不忘初心啦 - 這是一種 - 之恩圖報的一種 - 高貴的情操啦 - 吃果子 - 拜樹頭啦 - 吃烏龜 - 拜 - 拜烏頭 - 吃牛奶飯 - 拜牛頭 - 拜牛頭 - 你就是 - 公子的中心思想 - 是個人 - 什麼事情 - 我要拉屎 - 你就是秉持了這種精神 - 我節目要找一個主持搭檔喔 - 新節目啦 - 黃秋生跟沈玉琳 - 你會選哪一位 - 哇塞 玉琳哥 - 為什麼 為什麼 - 秋生哥喔 - 就是他對我很好 - 他就 - 他好像兒子在看蛋 - 所以我們中間 - 我們中間在主持的節目的時候 - 有點 - 相敬如賓 - 你知道嗎 - 但是因為我跟玉琳哥兩個人 - 就是 - 就是個性比較像 - 就是那種會突然激動這樣子 - 所以 - 對 - 我必須你帶領我 - 你如果一個火花一出來 - 我就跟炸彈一樣就是被引爆 - 然後就 - 啪 - 了解了解 - 我覺得應該會有些更厲害 - 有時候是感覺歸感覺啦 - 可是因為主持他比較要講究 - 互相搭配的火花 - 功能性的問題啦 - 他不會跟你講幹話的啦 - 我不一樣 - 我是亞幹哥 - 對你亞幹哥 - 亞洲幹話一哥 - 亞洲幹話王 - 製作人有追加一題啦 - 我看一下齁 - 沒有吧 他是說要刪掉一題吧 - 他不是要追加嗎 - 他追加一題 - 金鐘獎主持人入圍啦齁 - 就是有你啦對不對 - 還有我啦齁 - 還有Sandy - 還有台哥 - 誰最沒資格拿獎 - 我覺得我最沒資格拿獎 - 金鐘主持人入圍沒有你了齁 - 沈玉琳、Sandy、台哥 - 誰最沒資格拿獎 - 沒有你 - 沒有你入圍了 - 你是定格 - 你想講我對不對 - 沒有我跟你講 - 玉琳哥 - 我真的認為你應該拿金鐘主持人獎 - 金鐘獎應該要還我一個公道 - 真的 - 你的梗齁 - 就是 - 是別的藝人做不到的 - 對 - 所以我是覺得你很有資格拿金鐘獎 - 金鐘主持人獎 - 那就要反過來講誰最沒資格的 - 如果我有資格拿 - 那剩下就是憲哥、Sandy跟台哥 - 那這三個人裡面誰沒資格拿 - 我覺得 - 我講Sandy好 - Sandy - OMG OMG - 完了 - 新聞標題 - 新聞標題就是 - 沒有啦 - 立刻大放厥詞 - Sandy - 沒資格拿金鐘獎 - 不要害我啦 - 沒有主要說拿太多了啦 - 他跟他爸兩個人 - 就拿了多少做去了 - 好像金鐘獎被他家包了一樣 - 不是說沒資格拿 - 是說 - 我們拜託你不要拿 - 就是有點類似 - 留一口飯給我們吃的意思 - 給我一個終身請就獎也好 - 給我一個終身請就獎也好 - 對 - 我覺得你一輩子一定會拿到一座 - 她的是連環題啦 - 第一 - 不行會解散 - 第二 - 這個是你最 - 和誰 - 和誰 - 最合不來 - 為什麼這樣子 - 那個是會解散的原因 - 就是因為錢 - 因為你說 - 要欠料算一百萬啊 - 怎麼欠的 - 為什麼會欠到一百萬 - 我很想工作 - 可是因為為了團體 - 我必須要跟著他們一起做 - 團體應該要做的事情 -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外面打工 - 家裡也沒辦法養我的狀況下 - 我就只能跟他們借錢 - 然後我家裡的經濟狀況也不是很好 - 所以有一天我就決定說 - 我們不要再做捨可食了 - 那以分手是你提的 - 是你先提的 - 也不是啦 - 就是那時候大家 - 其實四個人都已經有點破碎 - 也沒有事情讓我們做 - 那我們不能每天都待在家裡 - 然後沒事幹嗎 - 那這樣子言下之意 - 那最X的我就幫你回答 - 那一定就是料人帥的啊 - 當下最X的真的算是料人帥 - 那現在呢 - 試過金錢以後 - 回想起來覺得Eason更討厭 - 當下啦 - 現在覺得呢 - 因為已經經過那麼多年了嘛 - 現在我跟料人帥是好的 - 彼此心中都會有一條線是斷不開的 - 很久沒聯絡就不代表說 - 我們現在可能不好 - 對 我們現在只是暫時的先去 - 為各自的努力會夢想打拚這樣子 - 嗯 了解了解 - 有可能這個只在過一兩年 - 會再合體拍一個節目也不一定 - 那樣的氣勢喔 - 那樣的張力呢 - 一定就跟5566是一樣的意思 - 五六不能亡 - 射個石不能免 - 對啊 - 那Energy呢 Energy Energy喔 Energy沒關係啦 - 你真的很厲害 - 什麽是甚麼叫肚子 - 你保存心 - 快點